乾燥花應該沒有那麼難吧 可是當我實際操作後 其實我缺乏的就是美感 今天主要包裝是要去學我們的手握點 好來 1 2 3 然後這時候同學你們要觀察一下這個植物的特性 這個葉子的特性和什麼方向 這樣子就打架了 歡迎我們的講師 好今天很開心的來到文化大學這邊來上這個 花衣課 因為其實去年的話 我們也有上過這個類似的課程 所以今年其實我看過幾位熟練 然後我大學的話是念傳播藝術系 然後後來呢 我陸續在畢業之後 我陸續考取到一些花衣的證照 布雕花的證照還有鮮花的證照 它經過脫水脫色在上色在亮淡 它的加工的過程當中是比較繁瑣 跟乾燥花不一樣 呃...迷你玫瑰 迷你玫瑰 好來 好來 我們再把... 那個... 機會讓你下一個同學 好來 這個正常 因為它成熟爆開 然後這樣 它是有點弧度的 所以我們要利用這個葉子的這個特性 我們要繞著中間的這個鐵絲 繞著這個圓 讓它形成一個圓 所以它需要修剪 對 今天主要包裝是要去學我們的手握點 我們的花束 最後上膠帶的那個握點 跟我們的包裝紙 上膠帶的握點 必須是要一樣的 但是因為包裝紙很漂亮對不對 但它會滑 所以今天最困難的問題就是 我們要如何從頭到尾 花束跟包裝紙的手握點 都要維持在同一個點上 又可以把包裝紙完整完美 不會去凹到的方法 然後把它圍起來 變成一個漂亮的小花束 所以等一下我在包裝的時候 我包起來你們的這個手握點 跟這邊要一樣 然後膠帶盡量要上在同一個地方 因為如果你的包裝紙膠帶往下 這時候會被戳出來 這個人不斷跑 他可以戳站在一個有些位置 然後她會戳起來 趕快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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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關我藏物喔 老實在我 戳號 這個人的步動 他可以戳在一個景色的位置 他會變得舒服的 還差 因為跟皂花 比想像中起來更可以創作 就會可以 就是用出自己的風格 所以就很喜歡 就是因為很有質感 因為是一個很幼稚感的活動 對 然後我們就是慢慢的做 然後就是時間很放鬆這樣 那你說休息的時候 然後就覺得好像一直都在休息 我上個前比較以為是說 就是把花就是發下來 然後就比如說 我就是比如說 擺了一些自己的作品在前面 然後說老師做成這樣 然後你們自己試試看這種感覺 可是我沒有想到就是老師 居然連就是乾燥花 永生花的介紹 就是都有講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 比我想像中還要學到更多的東西 還有配色的方面 就是那個鐵絲 就是因為我們有點四個點的膠這樣 然後我們要把那個膠的點遮住 可是其實你不能讓它看起來不好看 也不行不能看起來很刻意 然後你還要注重那個配色 所以我覺得整個弄起來 就是有點困難 但是我覺得我要把它做好 還是什麼 要欲情顧重啊 我昨天拆了一個女生星座 拆了十一個星座 最後一個才中 要人家想要找你的時候給他回一下 就是人家在哪邊PO現動的時候 就或許想 哎呀我剛好也經過這裡 男女生現在父母那一輩就是 他們都注重在處理事情 然後不是在處理感情 女生是重感情 然後男生是重理性 為什麼你資管系會對這個有研究 喔我聽怕可以死 乾燥花應該沒有那麼難吧 可是當我實際操作後 其實我缺乏的就是美感 為什麼你會想來上課啊 是因為女生很多嗎 喔我被你看穿了 是嗎 是 是啊 是